字幕翻译 & κ 大家好 政教论坛 大家好 这集是个A来的 上一集讲个P点的诞生 有些网友读症我 但是我发觉 网友的水准也挺低的 对不起,直接批评 我就不会把他的问题或者他的糾正给大家看 你去上一集P点的诞生下面留言有他的说话 其实问题就是他认为 星期六是一个星期的第六日 不是第七日 说小弟说错 首先 大兄姐妹可能对圣经的无知 我去到一个颇惊讶的地步 第一件事我们知道 耶稣在星期四做最后晚餐 他在星期五被钉在十字架 所以逢星期五 每年的受苦节都是星期五 然后星期日的早上就庆祝復活节 或者是星期六的夜晚 因为天主教有个传统就是 星期六的止夜 就去做一个受苦节的崇拜 做一个復活节的崇拜 那个可以叫Easter Eve 我觉得都很好 因为在夜晚 在夜晚最深重黑暗的时候 耶稣復活发生 好像在夜晚最深暗的地方里面 你看到光明 所以呢 天主教这个传统 在礼仪的传统里面 我欣赏过新教 新教就好像在资本主义的角度来说 这么晚搞崇拜干什么 我们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不会理资本主义 不应该理资本主义的规律 不过说真的 有时候你个人很难说 哎呀 我要在復活节 晚上十二点 去做这个復活节崇拜 那算了 我真的搞不定了 我第二天早上做 我就觉得OK 不过新教根本没有给这个选择人 对不对 那你要理解 犹太人的安息日 是礼拜六 OK 安息日来自于 创世记第一章 创世记第一章的第七日 是安息日 明明 那就是说 在犹太人的角度来说 一个星期的开始是星期日 星期一是第二日 星期二是第三日 星期三是第四日 星期五是第四日 星期五是第六日 星期六是第七日 OK 这个是重要的 如果不是你连 你连庆祝 连耶稣基督的死 复活那些东西 你都混乱了 犹太人 因为礼拜六是安息日 所以不让耶稣 在十字架上面 如果他不死的话 进入去安息日 那就不吉利也好 什么都好 所以 所以 他就会叫罗马兵丁 拿个棍 将这个行刑的 死囚 耶稣 他本身不应该被判 做死囚 不过 罗马帝国的意思是一个界定 他是死囚 一个无罪的人 当作死囚 所以呢 犹太人的安息日 是星期五 下午的六点钟 太阳下山开始 去到星期六 下午的六点钟 就是一个安息日 在安息日 不会容许有人 这么辛苦 挂在十字架上 这么粗劳的了 犹太人不想 可能一些人道 所以罗马兵丁 在安息日之前 要拿棍 想叩断耶稣的脚 让他快点断气 谁知道耶稣 去承担世人的罪业 心力交税 他挂十字架挂几个钟 就断气 这个是圣经所说的 他下午大约三点钟 松一点 就断气 犹太人的安息日 是会逢星期五的下午六点钟 由太阳下山算起 所以星期六 是安息日 这个基本知识 你要知道 是不是 如果你连这样也不知道 你去糾正我 我觉得他很拗头 其实这个是一个中文 中文是什么 Monday Tuesday Rensday 这些 这些其实呢 英文的名字 来自于北欧神话 总之西方 跟了犹太人 要将一个星期要过七天 七天里面有一天会休息 对不对 他跟了这个传统 因为基督教变了国教 对不对 因为跟了的话 所以才会说 会搞礼拜 但是 因为基督徒呢 他就不会在犹太人 那个安息日 搞崇拜 不想和他一样 耶稣是在 星期日 是一日之初去复活 所以是星期一 所以一个星期第一日 基督徒就做礼拜了 那个就变成了礼拜日了 那么中文翻译的时候 看到什么Monday Tuesday 就说 如果你当了西方人做礼拜的 礼拜日 这个是礼拜日的话 那些就顺序 一二三四五六 对不对 但是 跟元初圣经那个 一个星期的第一日 第二日 是不够的 我说回事实是这样 对不对 因为可能西方主导是基督教 那就跟基督教礼拜 日做崇拜 就是你去思想 把旧约和新约 配回来想 原来耶稣复活的那一日 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圣经说 要有光 是 那个光就是生命 如果你自己读 这个约控福音的一章 他说 耶稣 是那个度 这个度 这个度 就是生命 这个生命 是人的光 那样 这些呢 其实就是 约翰呢 把那个复活 和第一日 联系了过来 光是生命 现在这个生命 现在这个生命 在黑暗最 最 最 最深层的时候 爆发出来 就是 你看回蔡世纪第一章 这个是P典 最重要的一章 P典里面的一章就是 喂 原来那时候 那一刻 被造之前 就是这个 要由第一日 创造之前 他地是空虚云纯于面 黑暗 是黑暗的 洪水泛滥混乱的 第一步的曙光 就是生命 这个生命 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所以 其实 要搞清楚 我们 礼拜日 搞崇拜 是 即是 创世纪第一章的 第一日 应对是第一日 不是第七日 OK 那讲完这个基本知识 就另外讲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上一章 可能我们讲的 有些事情都很深的 例如说 举例 举例 我们讲到 尼希米记的 不过 讲这件事 先跳回去 有些人跟我 说 比如说 其实 以斯拉记的 七至十章 就在圣经的排序里面 的而且我们先接触 但我说 以斯拉记的七至十章 是以斯拉的后转 反过来 尼希米 如果我们顺序读 读完以斯拉才读尼希米 那 以斯拉的八至十二章 是以斯拉的前转 有很多人都会觉得 哇 那 何志光你是不是很大胆呢 你把前后撂转 你颠倒士基 圣经次序 那你 你罪大恶夹 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很多罪名 握过来 究竟是否真的 以斯拉记的 七至十章 是 发生过后 尼希米记的八至十二章呢 那 其实我上次有讲过 理由和原因 那我今次 又讲多一点 证明给你看 那 其实看圣经 是一样 几 其实要你用心去看 是几辛苦的事情 那我和你看的就是 尼希米的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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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到 这月 这月的意思 按回前面 是七月 第八章 在说七月发生的事情 那 这个这月的二十四日 七月二十四日 我很强调 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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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聚集禁食 身穿麻衣头蒙灰蚕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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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读到下面 跳跳跳跳跳到下面来说 其实大约你理解到 这个是一首 一个讨文来的 讨完文之后 大约理解 有个签署了 签署了 签署 这些东西来说是什么来的呢 我理解 这个就是负罪日 我理解 负罪日 在七月二十四日发生了 即是前面那张在说住牌节 住牌节 即是他们守住牌节 很开心 大家很努力去听以斯拉讲圣经 但这张在说他们的 守的是一个负罪日 但我跟你说 看一看 这个是尼希米的八九章 这个是以斯拉的一个活动 都说过了 尼希米的八九章 尼希米和以斯拉是同时出现的 总之我不指给你看 你一定找到 12章你找到 或者其他章找到 可能你没心机看也好 总之 尼希米的八至十二章 尼希米的八至十二章 然后便拗死 现在我要说一件事 就是 属罪日 究竟在圣经的经典里面 最后的版本讲什么呢 最后版本就说 耶和话对摩西晓如 这个尼希米的二十三章 你对摩西说 你晓如以色列人 七月初一 就要守圍圣安息日 要吹国作纪念 当有圣会 甚麽努力功的不可作 要烧火祭给耶和话 这样 七月一号要这样做 接着十号 是这个负罪日 负罪日 负罪日 你们要守圣回 要黑虎己心 又要将火祭献给耶和话 这日甚麽功都不可作 因为是负罪日 要在耶和话 李神的面前负罪 刚才我们是不是看到负罪日 在七月二十四日发生 但是这里就写了七月十日才应该做负罪日 这个是很明显的事情 大家又继续再读了 这日凡不黑虎己心的必从民宗展取 凡这日作甚麽功 我必将他从民宗除灭 即是越讲越暴虑 跳下去了三十二字 你们要守这日为安息四日 要黑虎己心 这个还在说负罪日 从这月初九晚上到次日晚上 维安息日 真的还在说负罪日 跳下去了 三十四节耶和话对摩西说 你晓语以色列人 这七月十五是住牌节 你要守 你要在耶和话面前守这之七日 如果按照圣经的说法 住牌节 如果是应该在七月十五日发生的 如果你看这段经文来说 你看到尼希米的八章里面 我们不是太清楚 七月一日那天 他们读完圣经之后 他们说守住牌节 他们有说是住牌节 他说到 譬如说十四节 八章十四节 他们见律法上写着 要说 直摩西吩咐以色列人 要在七月节 住牌 究竟是哪一天去住牌节呢 如果我看上去问一下 你其实不是搞得很清楚 会不会是七月一日之后 他们就读完圣经 这个是圣经所说的圣日 接着他就去守住牌节 就守到七月八日 或者七月七日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高的 但我们刚才去看 利未记去说 喂 是 我们刚才去说 如果他的住牌节是七月一日 就守到七月八日 在利希米的时代 他守完住牌节 就隔了一段时间 在七月二十四日 就守属序日 但问题就是 跟刚才李未记的次序不同 李未记的次序就是 喂 七月一日 是有第一个的日 可能先记住 可能是一个安息日 总之他刚好不是星期六 都要过安息日 那么七月一日 但是他说得明白 他要七月十日 那天更紧了 又是要是一个安息日 这个安息日 是属序日 那么你要特别 就 正司几个 接着七月十五日 直到七月 连续数七日 那么大约是七月二十日 就会守七日的住牌节 完全没有七月二十四日 这个日 这个抹记 如果你看这个尼美记 也其实在尼希米记 守的秩序来说 好像 他守完住牌节 才守属序日 但是后来历世历代的犹太人 他是守完 这个属序日 才守这个 守这个住牌节 可能你会说 你听到很乱 这样 简单来说 尼希米记 的八和九章 是没有遵守 尼美记的指示的 最好的解释方法就是 尼希米记的八和九章 根本 没有尼美记的二十三章 的详细指示 因为他们早期觉得 应该要有住牌节 住牌节是代表 纪念他们的先祖 在抗野漂流 但是他们认为 喂 想想想 不如我们纪念这七日抗野漂流的时候 应该就先做负罪 但是呢 在历史的发展里面 尼希米 因为很早期 尼希米的八和九章 即是以斯拉的 我认为的前传 早期 所以他 那时候的圣经 还没完成聘修 例还没实 那次序就倒转了 历史的发生是倒转了 就任由他 技术的时候 写回是这样的排序 7月24日原本 在尼希米根本没说过 有没有事情要做 不过他在7月24日才搜 这个负罪日 那和尼希米的教导 和尼希米的教导不同 只可以解释就是 尼希米当时未出现 或者未出现最后版本 那我就会相信 尼希米 以斯拉的故事 是前传来的 接着 以斯拉记的7至10章 就是他最后回去的 最后 拿着那本圣经 是最后的版本 这个 这个 逻辑在这里 在JJ Columns 我看书看回来的 我觉得这个 是多强 多强的 去支持这个先后次序 就是说 以斯拉记的7至10章 才是比较遲些的事件 接着 尼希米的8至10章 是比较早些的 尼希米记的13章 是禁止犹太人 很严厉的 尼希米的8至10章 也不准和外邦通婚 以斯拉的后转 以斯拉记的10章 他那一章就没有那么严厉 就是禁止犹太人的男人 娶外邦女人 犹太人的女人 嫁出去是没有所谓的 没有提的 就是他呢 是早期一些的 对通婚的禁制 尼希米应该是 在13章 以斯拉呢 是宽松一些 因为 可能是practice 二十几三十年 发觉不是太行 所以 以斯拉作为最后总结 就是 喂 总之 所以 男人 不可以娶外面的女人 娶了都不继续犹太人 女人嫁出去就无所谓了 因为所有犹太女人生的 都是犹太人 继母系血统 以斯拉是做一个最后总结 所以我认为 以斯拉的7至10章 是以斯拉后转 李希米记的8至12章 是以斯拉前转 这个就是逻辑和理由 讲到这里 那么多 下一节再回来讲